妳們兩位都曾經 有跟另外一半吵架吵到 脫口而出 要不然就來離婚 我覺得那段時間 也是我們的 就是我應該講怎麼樣 婚姻的冰冷時期 就我們可能就是 那一個月當中 就是沒有什麼交談 就是冷戰 然後可是住在 同一個屋簷下 對 然後我甚至就覺得說 她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會有那種感覺 事實上最遠的距離 就是睡在旁邊 然後又沒有交流 她心超冷 那因為她年紀比我大 八歲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跟她相處 就是她的生活的小細節 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又覺得說 因為我是 我是一個比較鬆的人 我是一個覺得說 生活就是開心 不要就是 可是她又是一個 我覺得她比較悲觀 所以她遇到一點點事情 她就會完蛋了 完蛋了 死定了 我聽到這種話我就會 很煩 對 我心裡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這不是一件大事情 我們應該要樂觀一點 然後運才會好一點吧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們也是因為小小的事情 可能是小孩的教育觀念 不太一樣而已 然後就一整個月 幾乎沒有什麼講話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說 就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 就覺得我要再跟這個人 一輩子下去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完全覺得 我不認識這個人了 而且她有時候 跟我講話的方式 讓我覺得 我比小孩還不如 就是 遜我就是那遜小孩一樣 而且她會罵我 給她的朋友聽 我說妳為什麼要 在妳的朋友面前這樣 她就說 因為她覺得 這件事情是我不對 她就說就像爸媽 會罵自己的小孩 給別人聽一樣 你知道那種觀念 妳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 對 然後就開始 覺得什麼都不是 對 我就生氣 我就說我是妳的老婆 我不是妳的小孩 妳為什麼不跟我 站在同一陣線上面 妳反而要跟別人 站在那一邊 然後來罵我 我就很委屈很難過 這當然很委屈 對 然後那一陣子我就覺得 那她有說道歉嗎 事後 很久了 我跟她提這件事情 她才 那一天她也是 在當朋友面前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這件事情 造成我覺得我有一點陰影 心靈上面的陰影 因為我會覺得我的先生 沒有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上 他反而在否定我 我其實我心裡是滿難過的 那我覺得我們 要不要考慮離婚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真的太不適合了 其實那時候 已經結婚十年了吧 就是結婚十年 所有才說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種有那種感覺 妳提出來她的反應 然後她當時沒有說什麼 可是她後來就是去外地巡演了 然後有一天她就打電話回來 終於打電話回來了 就在跟我說 她想清楚了 她覺得好 如果我真的質疑要離婚的話 我們開始來想 要怎麼接下來 對 就開始在規劃每一步什麼的 那經過一段時間 她在打電話給妳 表示她認真思考 對 她認真思考 對 因為女生有的時候 脫口而出 只是一個情緒 隨便講一講 對 撒嬌 撒嬌她可能要的就是說 後面說對不起 這些都是我的錯 其實前面就什麼都沒事 所以當她講出這句話 反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更傷 我不知道該怎麼收拾了 妳知道嗎 然後後來等她回來 我才 我也傳了一個 很長的簡訊給她 我說其實我也想清楚 我其實真的也沒有那麼想 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們是需要溝通的 然後我們是需要就是 圓滿的去解決這件事情 而不是意氣用事這樣子 妳還是很愛她 對 還是有愛 我也有傳點去跟她說 其實我還是 內心還是很愛 只是我在某些部分上面 我其實覺得 妳怎麼會這樣對我 為什麼這一攤 感覺上妳又輸了 對啊 我常常會是那一種 那妳有沒有問她說 妳為什麼那時候想要離婚 她也覺得 我沒有達到她預期的那一種 老婆的樣子 都生三個四個人 不然她是要什麼 她要許什麼 沒有 她就覺得說 我也沒有把妻子 這個角色做得很好 已經做得很好 把女兒都過得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男生 可能她當時的想法 她就會覺得 對啊 她也覺得 跟我有一些隔閡過不去 我們來請教今天打扮得 很美的李玉佩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夫妻的感情和諧 家韻兴旺 好 其實風水有三大要素 比如說大門 主臥跟廚房 那麼其中大門最重要 所以它排在第一位 那麼在風水上面而言 講求的就是一個長風俱氣 所以我們人在屋子裡面 走動的時候 這個人進人出 就會產生一個氣流的引動 然後這個在一開一合之間 這個氣流移動 就是影響到我們整個家庭 所以家裡面的門 如果開對了位置 那個氣流就會變成了柴氣 如果說門開錯了位置 那個氣流就會變成了煞氣 那這個煞氣就會影響到 整個家庭成員的運勢 所以門沖煞在一個家庭而言 它是非常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但是門沖煞什麼叫做門沖煞 這是我們在現在的居家環境當中 最容易見到的 就是兩個門相對 比如說我是廚房門對到了臥室門 或是臥室門剛好對到了廁所門 這個就叫做門煞 但是這個還不嚴重 最嚴重的是 你家的大門對到了裡面的門 那這個影響就很大很大了 那老師這裡舉了三個 大門對到這三款門 它因為對的不同 所以對我們的運勢就有不同的影響 我們來看 第一個叫做大門沖廚房門 一進大門馬上就看到廚房 它的影響是錢財流失 財庫空空 因為廚房它是我們養命的 飲食養命的地方 當大門對到廚房門的時候 它的氣流不穩定 所以就會造成我們爐火的忽明忽暗 這個叫做火燒鈔票 然後這個熱氣火氣 就會充斥在我們的整個屋子當中 所以家裡的人莫名其妙的 就常常會情緒不好 動不動口角就來了 可是已經形成了怎麼辦 我們總不能大心土木去改門 或是搬瓦斯爐 所以如果你們家剛好是這種狀況的話 沒關係 老師提供一個快速簡單又有效的方法 讓你來化解這個煞氣 那就是我們懸掛開運布簾 如果說你們家真的就是屬於大門沖廁所門的話 老師建議你去懸掛財路布簾 而且這個布簾它必須要有開運元素的 那這個財路布簾它的主體就是一頭路 那路在華人的心目中 它是一個吉祥獸 它代表了財路 官路跟福路 那麼這個財路的布簾 它這頭路它的腳是翹起來的 向上奔馳的 就象徵著這個主人 祂賺錢的企圖心是非常非常旺的 而且我們再來看這個路 它上面的腳向上延伸 它就跟開枝扇葉一樣 最重要是在路腳上面 它佔領了非常非常多的喜鹊 而且這個也象徵著這個富貴就在你家落地生根 它不僅是凝聚人氣活絡才氣 而且它還能夠給這個家帶來一個良好的招財風水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狀況 如果你是大門沖到廁所門的話 那也很糟糕 因為我們都知道 廁所是我們整個家庭當中 晦氣最聚集的地方 當大門的氣流跟它一沖澀的時候 那稍微一個不注意的廁所 可能會有一些異味 這個味道就會沖澀在我們整個屋子當中 那它無形當中就會影響到 我們所有人的健康 也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好 那當有這種狀況產生的時候怎麼辦呢 沒關係 老師建議大家去懸掛 有開運元素的向陽花布簾 其實這個向陽花就是向日葵 向日葵 你去看它的顏色是非常鮮豔的 而且你怎麼看那個向日葵的花 就好像一張笑簾 充滿了正能量 它是可以化解我們屋子裡面的晦氣 而且在這個向陽花的布簾下面 它還有一個就是婚姻簾 有這樣的一個圖騰 其實婚姻簾本身它也是一個吉祥的植物 它本身也能夠化解一些晦氣 好 那當這些圖騰都已經聚集的時候 這些婚姻簾的葉片 它是向四周散開來的 它也象徵的就是家庭和諧 能夠興旺家韻的 這是化解廁所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也很重要 如果你們家的大門是衝到主臥室的門 他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夫妻爭吵 家庭失和 因為在風水來講 主臥室就代表是夫妻宮 那麼大門的氣流這樣一衝的話 夫妻兩個人講話 就是帶槍帶劍帶刀的 就動不動就火氣來了 那你想想看 夫妻兩個人天天在那邊吵 整個家庭的氛圍一定是不好 那我們要化解這個煞氣 老師就建議大家 懸話有開運元素的叫做 吉祥雀不連 吉祥雀其實就是孔雀的意思 那麼孔雀在華人的心目中 它是一隻吉祥的鳥 它本身就有祥和家庭氛圍的意義 再加上這孔雀的頭上 這孔雀的臉上面 它好像很富貴的樣子 它的孔雀臉有點像皇冠一樣 就象徵著女主人在家的一個地位 而且不連 它旁邊還有很多很多的牡丹花 這個牡丹花的陪襯 也代表是夫妻和睦 一心來為這個家庭來打造 所以這三個不連 其實不管家裡大門有沒有對著 你只要家裡面 只要犯到門充的話 你都可以去選擇一個 你要的這種開運的圖騰 最後老師建議大家 不管你選了什麼不連 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尺寸 這個尺寸一定要吻合門公尺的尺寸 所以老師提醒大家在選的時候 最好它的寬是85公分 它的長是150公分 這個吻合大極勁薄的風水極速 而且它這樣的一個尺寸 也很吻合我們人在進進出出的 這樣的一個不會有所妨礙 那當大家把這個不連 掛上去的時候 老師還要特別提醒大家 看起來這個不連它是一片的 其實它中間是有虛線的 你拿剪刀把它剪開 它就變成了兩片 所以你在進出的時候 很容易先 對 不是一整片 好 所以有門煞 需不需要大興圖目 其實不用的 我們用門簾就可以來化解這些煞氣 而這些門簾 不僅在化解煞氣的同時 也讓你們家的財運跟著提升了 所以開運真的很簡單 只要做對就是了 給大家做參考 完了大師幫你說密碼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